那如果破副的時候 我可以重新選的時候呢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收集一下名人的盤 跟他一樣的時間點來破副 我的小孩的命盤呢 就會變成郭台銘啊 就會變成那個張忠謀啊 有沒有可能這個樣子呢 我們今天來談 怎麼樣取得好命盤 我們出生的時候已經命定了 那我們大概也不能夠去跟動自己的命盤 雖然坊間有一種講法 就是說可以透過假死的狀態 幫你做一場法會 然後假裝你已經死掉了 重新調一個時間 讓你重新出生 這方面有用 釋迦牟尼佛就不用告訴我們人要修心了 這種騙神明的行為跟騙老天的行為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實際上這樣的手法呢 出自於毛山術跟勤盾駕 他們會有一些方法是 可以在你運勢特別差的時候 然後創造某一些狀況 讓那一些冤親債人追神找上 但後來呢 為了大家要賺錢 就把這就不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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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大 擴大之後 這樣無所不能 然後讓你重新得當新的命盤 準備初階班 在11月14日正式開班 我們是唯一有得到 勞動局人才培訓機構認證的教學機構 從基礎的原理 帶你呢 可以自己掌握指揮投訴 我們有完整的一個助教團 陪著你一起辦讀 陪著你一起做作業 在美國的學生呢 因為有時差的關係 我們也會配美國的助教給你 所有上課的課程內容呢 我們影片都會保留 你都可以做課後的夫妻 並且呢我們會組建一個討論群 有什麼問題呢 你也可以放在群裡面 老師也會回應 我們有完整的教材 對於命理有興趣的朋友 你希望很完整的學會指揮投訴 甚至你已經開業很久了 別的命師客人只要走進門 他大概就知道他要問什麼了 甚至連聖誠八字都不需要 這些高階的技巧 在我們的課程裡面 通通都有 11月14號即將開課了 歡迎大家來報名 實際上還是跟大家講 你去用邏輯想一下 這招如果有用 那那個幫你做法的人 他也不用幫你做法嘛 他把自己改成馬斯克就好了 這樣不就好了嗎 他還幫你做改運 要幹嘛類似呢 所以有時候用邏輯想一下 你就知道說這事情根本不可能 那就是神魂在騙你的 所以因此呢 我們大概已經沒有機會 去改我們自己的命盤了 那唯一有可能有機會的 重新打造一張好命盤是什麼 就是我們生小孩 剖父這一件事情 那如果剖父的時候 我可以重新選的時候呢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呢 搜集一下名人的盤 那我就是用那個 跟他一樣的時間點來破覆 我的小孩的命盤呢 就會變成郭台銘啊 就會變成那個張忠謀啊 就會變成誰誰誰誰 有沒有可能這個樣子呢 當然首先這會有個問題啊 你不能夠用斗數的角度 你要用八字的角度 那不然你用斗數的角度呢 這個厲害的人呢 他是那個1866年生 你也沒辦法用年嘛對不對 你只能去用那個八字的 那個甘之相同的 然後打出一張一樣的命盤出來 但是這樣子呢 是不是就等於你有辦法 自己為自己的小孩 創造出一個好的生命出來 我們上課的時候 常常看到就要講說啊 日本的皇帝叫天皇 因為他們是天命神獸 所以他們的皇帝叫天皇 那什麼比天皇大呢 就是天皇老子不天皇大 但是現實的情況是啊 天皇老子大部分也是天皇 他要把我生出天皇出來 那如果你生不出天皇出來 你本身不是天皇 那你要怎麼樣可以比天皇更厲害 成為天皇老子 唯一的一條路啊 就是什麼 就是把女兒嫁給他 那你就是天皇老子 因為是他的岳父 啊OK 所以那個日本戰國時代啊 很多的木屋將軍 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他把他自己的女兒嫁給天皇 用政治上的聯姻 然後去鞏固自己的權利 然後讓自己呢 的身份變得是貴族化 那現實的情況 我們自己有沒有可能透過這樣子 我就去剖一個 跟郭台銘八字一樣 去剖一個跟張忠謀八字一樣 然後我就可以變成張忠謀他爸 有沒有可能呢 實際上是不可能 為什麼呢 因為啊 我們實際上在挑婆婦的時候 大家要注意幾件事情就是啊 你必須要去挑出的這個盤 那個孩子的父母功 兄弟功 就代表爸爸跟媽媽的功威呢 要跟現實的狀況相同 如果你生了小孩 你第三大線生小孩 你第四跟第五大線呢 你並沒有出現非常旺盛的情況 哇你可以賺大錢等等的 結果你去挑了你的小孩 第二大線他上大學的時候 他的父母功三級嘉惠 然後他爸爸賺大千 這樣合不合理 這樣是不是不合理 所以呢這張盤基本上啊 即便你挑了 你的小孩也不會在那個時間出生 他自動會閃開或躲開 會延長 欸你說老師可是那個剖腹 剖腹怎麼會延後啦 還是延長 比如說剛好碰到什麼事情啊 那個時間不能破啊對不對 或是提前啊 提前機率比較高 所以說要有實際的狀況 用什麼事情來驗證這件事情呢 我自己的經驗 我的祖母有六個小孩 我自己的祖母呢 37歲就我阿公過世了 所以我的祖母的命盤 37歲那年死了老公 他有六個小孩 各自在不同的時間點 就在那個時間點裡面呢 死爸爸 那這個情形啊 是我們上課常提到的例子 就是說欸有一個人 比如說一個家族 家族裡面的阿嬤過世 同時間呢 阿公的命盤上 那一年死老婆 兒子的那一年死媽媽 舊公在那一年姊姊過世 你會發現很神奇的事情是啊 這種事情發生在家族裡面最清楚 當然有個前提就是 這些人是平時是有聯繫的 如果他已經都沒有聯繫的 那跡象感覺不清楚 因為他彼此有影響力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就會知道說啊 你根本不可能挑出一個 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你的孩子 哇 抱歉爆發 但你的盤上沒有 根本不可能這樣做 那有沒有可能說 老師 那我就是透過我的小孩子的命盤 父親爆發 那我是不是就跟著會發呢 當然不可能啊 因為你出生比你的小孩早 你35歲生小孩 35年前你出生的那個一刻 你的盤就出現了 那個時候就說明了 你可能人生大概是什麼樣子 怎麼可能透過你的孩子再來改 所以這樣子的觀點 其實也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實際上 我們在挑剖腹的時候呢 事實上都要注意這些事情 不可能去挑一個太離譜的狀況 那你可能會問說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挑剖腹有什麼意義呢 其實還是有的 我們常說的嘛 人道的腹部會改運 可以 就我是個天生的胖子 但是我也透過上健身房變瘦 這是可以的 可是我再怎麼瘦 我也很難做到 像運動員那樣 體脂肪只有3% 那可能非常非常難 也不是做不到啦 那就難度很高 那同樣的呢 我家裡的遺傳基因 生出來我就是170公分高 那我就很難透過改運 或是透過什麼東西 把我自己改成180公分 當然啦 醫學上面可以把你的腳打斷 然後再結骨頭 可是這實際上都是已經 超高難度的事情 所以同樣的命盤上面也是如此 我可以在一個一定程度的範圍之內 讓我自己的人生變得更好 可是我沒有辦法把我自己改成 劉德華 改成張忠謀 改成誰 那個樣子 這個是做不到的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啊 去選擇一個 我們自己覺得相對好的命盤 給我們自己的孩子 我們在挑好的命盤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你差不多要出生的時間 然後呢 合理的選擇相對好的那張盤 那可以讓你自己的消害 有一個比較順遂的運吐 但是不能夠太離譜 實際的應該要怎麼挑盤 要怎麼看火腹的時間呢 因為有的時候呢 我們常會碰到說 那個這個時間點啊 走速看很好 八字看不好 等等的問題 挑選火腹的命盤的時候呢 我們到底該注意哪些事情 我們在會員頻道裡面 詳細的教大家 為自己的孩子挑選一張好的命盤 會員頻道呢 每個月固定 一定至少上四支影片 那這中間會包含 更精細的命理上的技巧 然後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案例的命 我們會怎麼解析它 一些比較細膩度的 解盤的邏輯 每個月會固定有一個時間呢 會做直播 當面的來聊 你有什麼樣抖速上的問題 就跟著你 解析它 會有什麼樣抖速性 或習慣捏 解析它